在松山桑子裡面開過說明文 其實大家的意見其實我們也有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再做一些綜合的一些評估啦 那針對交通的部分 我先初步講一下 就是我們當時其實有做一些初步的估算 那我先講一下其實那個公營住宅 等一下我補充不夠再請我們領埠長官 就是說公營住宅就是說 其實依照一些案例來講 其實它的小汽車的持有數 並不像大家想的那麼誇張 基本上它大概是五層 大概是六層左右 對對對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其實剛才我忘記說明了一點 其實未來其實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那個捷運的這個 信義的東延線會在這邊設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當然大家也許覺得還不夠 不過因為它其實大家要想到 未來其實還會有一個捷運站 那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台北市的大眾交通運輸 都非常的便利啦 那因為捷運站剛好就會設在這個基地的這個 那個福德街上 所以它多少少一定有 具有這個 就是說可以消消消民這個交通衝景 一定比例的這個影響啦 那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初步的檢討 就是停車會的部分 先講設福用地這一塊的話 大概 依照法規的規定的話 檢討應該要設一千兩百會 一千兩百 法規的檢討一千 但是實際的停放數大概會比較少 所以整個加起來 它其實還是會在基地內滿足 不會外溢 就是說它實際大概還會多一百多量 那當然這部分其實也有把地區的這個 的需求已經納進去了 對所以 基本上先做這樣的說明 那剛剛有一個小姐說到這個商業區的部分 那商業區的部分確實它後續會有這個我們財政局 它還要再去辦理一個委 就是等於委外標開發 不過這個部分 應該是說 它應該在設定一些 標案的一些條件 當然它對於整個地區的公共環境 其實我們都有把關啦 因為後續它還是一樣要提督設計審議 所以這個部分它不是說 未來的這個開發商它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它的這些設計的這些建築設計 還是需要經過我們市政府主管單位 或是像我們都發局都省的這些單位來做 再做反應上一定的把握 然後先做以上的示範 不好意思 各位 鄉親議員 我再補充兩點說明就好 首先第一點 松山寶金萬華青年為什麼有公平會這個事情 因為它原來是住宅區 它不用都市計畫變更直接就可以開發了 所以那個案子 市長特別承諾是說 只要公 只要 只要民調沒有過的話 就不能開發 那經過我們在地的說明跟民調之後 我們這兩個基地最後都過半支持 順利開發 第二個補充是說 這個基地它是設服用地 它原來的容積兩百一 如果沒調生的話 這個都市計畫案變更 沒過的話 其實我也沒有容積可以蓋公印住宅 所以大家有意見 直接到都委會裡面反應 那這個案如果沒過 我也沒有容積可以蓋 所以 是不是還要再一次 辦一次什麼公聽會 其實 我們根本還沒有到可以開發的階段 都市計畫要先過 才會有這個階段 以上這邊謝謝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 對於 對於它變400這個部分 我們要抓重點 對 就是說 它變400這個部分 我們要強烈表達我們的反對 對 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讓都市審議委員會 在審議的時候 400不要過 維持低度開發 也不到低度開發 就住宅區的開發 回到200英 這樣子 謝謝 對 正對剛剛陳一位議員所談的 剛剛我們的先生在提到說 停車空間 一千多到幾百 其實不管你是一千多是幾百 你現在都抓不準 你現在都抓不準 如果回復到低度開發 就比較容易撤得準 所以如果沒有高度開發 我們根本不用去談停車位 什麼那種衝擊的問題 那種到底要設幾個停車位才是標準 我們根本不用去談 所以我想我跟陳一位議員 我們跟各位應該達成一個共識 我們努力 在都市審議委員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要強烈的 強烈的表示 我們不願意 讓那200億改為400 我們希望 剛剛那個有一個大哥講 你會怪不給下一代的子孫去採去撿 很好啊 留一些容積給以後的人 還可以再用不是也很好嗎 不一定要把它用完 所以我們就堅持 那維持原意200億 這對大家來講 保持叫做兩個字 原來的風貌 好不好 我們就用這樣子 來把它形諸於文字 希望帶回去 我們也記得要求都市審議委員會 在要開都市審議委員會議的時候 一定要通知在地的大人禮 松龍禮 松坡禮 大道禮 還有松光禮 讓周圍 就是周圍應該是500公尺到一公里 範圍之內 影響所及 環境影響所及的禮 能夠得以參加 表示意見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大家各位 我們行 行塑出一個 一個基礎 兩百億 兩百億 低度開花了 簡單的講四個字 低度開花 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 因為今天大家在講 你先不要講免成了 先不要講說 要做多少停車位 要做怎麼樣怎麼樣 要做28層樓的 低度開花就沒有28層樓 就是13層 14層15層 大家看我緊緊張 對不對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我們